黎智英的捐款 但重申不涉及个人利益 担心会影响争取真普选运动 而社民联主席梁国雄澄清 只收过一次捐款 用作处理法律诉讼 有传闻指 梁国雄在去年和今年 曾两度收取黎智英捐款 但他澄清 只是在去年10月 代收一笔50万元捐款 存放在律师手上 我们一向都打官司要钱 untertaking那些都要拿钱出来 例如我要告别人 或者诉讼 有时是要untertaking 把钱去律师 或者一去打官司 就要给钱律师 李卓人也承认 曾带工档收取黎智英 合共150万元捐款 其中50万元曾留在 他的户口内约9个月 现在已把所有款项 转账到工档户口 他就事件处理不当致歉 而是任何影响到 我们的公讯力 其实对我们整个运动 都是有影响在那里 当然我自己很坚持 我没有一个个人利益在里面 但出了一件事本身 其实是 譬如说我们叫人上街 叫人去争取 我真普选 但如果一些人对政党 是有个负面 对我个人有个负面 对我说的东西都会有个负面 那这个我是 我最不安乐的地方 也都是 就是如果要自怯的话 我真的对这个运动 我是有个 就是要自怯的 他承认自己处理不够谨慎 日后会要求捐款 直接转入工档户口 其他方面 今年有30名香港中学生 通过重重选拔 获得成为少年太空人的机会 参加少年太空体验营 明天将出发前往内地 参加为期7天的航天员体验课程 范玉桥报道 参加少年太空体验营的 30名中学生 经过了太空科学知识问答比赛 集训营和面试三轮选拔 其中为期3天的集训营 除了学习天文和太空知识 还要测试体能 独立自主能力 和与人相处的能力等 那时候其实我们被教练骂得很 其实我们整个过程 因为天气很热 我们在户外 所以比较辛苦 我们大家都觉得很累 大家都想比较想放弃 有放弃的那个念头 可是我们差点给教练 没有了取消了资格 那我们那时候 我们大家全队差不多都哭了 那时候我们想如此难忘的经历 我们一定要争取下去 有同学表示从小就喜欢航空科技知识 这个机会可以让他实现儿时的梦想 我小时候都有梦想过做太空人 但是我知道由于我天生 余生俱来就有近视 所以我没办法做到太空人 所以我就喜欢一些关于理论的东西 而今次我看到这些设施 我非常之兴奋 少年太空体验营将前往北京 敦煌和九泉 在七天的时间里 他们将体验逃逸救生训练 血液重新分布训练 穿脱航天服和太空厨房等航天员训练项目 参观航天设施 并有机会和中国首位航天员杨立伟 及其他航天专家交流 香港少年太空体验营已经是第六年举行 每年都有30个名额